Hello 大家好 我这些年被问到的最多的问题之一就是很多姐妹来问 我今年25岁了我想学这个还来得及吗 我今年30岁了我想学这个还来得及吗 我今天就拍个视频给大家看一下来不来得及好吗 这个是我的日语一级证书 我是23岁时候开始学的 到25岁的时候才拿到证书 然后这个是我26岁去上的业大 然后上了三年证书 我到29岁才拿到这个毕业证书 虽然说现在的含金量不大 但是也是见证了我一个成长的过程吧 英语呢我是从30岁开始学的 其实英语现在我还是在学习 真的学无止境 然后希望这两年能把雅思考出来 这是目前的一个小目标吧 我是从那个32岁开始画画的 一开始是画成这个样子 我想在座的各位很多人都可能比我画得好 画了这样子的就是好多本吧 就是这样厚的 就很多人问我画画怎么画 你就拿起笔开始不停的画 画过了你看以前画皮特什么样子的 就是真的比一二元小孩画的还比较还差 我是从35岁开始学滑板的 然后差不多36岁开始健身 健身我现在还在清醒当中 还在学习当中 所以说很多姐妹来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其实你们有没有想清楚 你30岁的时候你不学习 你的35岁还是一样会来的 那唯一的一个区别就是你35岁的时候 一个有这个技能一个没有 所以说你想学的事情你想做的事情 除非明天就是你80大寿了 你任何时候都来得及的知道吗 我 different 最多东西 头政务 我们下邀记 那什么 grace 我今天有需要